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他刚上映的综艺明星大侦探节目之上 周深再次刷新了小编对他的认知 也曾看过多次他的舞台 领略过他的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 本来有足够多的心理准备的小编 却被天堂岛之歌给震惊到了 舞台效果极佳 星红 暗绿 漆黑的色彩配合 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了地狱 背景是树枝 屋顶 地上还有逐渐往上升起的雾气 烟雾缭绕的感觉 刚开场的蓝山给人一种逃脱不了 只能够被困为在内的压抑感 结尾的黑布背景和一下子伸出的手将周深摁住了 压迫感达到极致 这时候给观众的代入感太强了 总觉得那些手随时都可能会出现在左边 右边 后面处处都有防补水防 随时都能够将我们摁住 我们却毫无还手之力 似乎马上就可以将我们代入到地狱 这样的环境加上周深的声音 故事感和代入极强的声音 平静的地方似残残流水 轻快明朗 急促的地方似大浪拍到石头 磅礴大厘头随时可能会将石头给击裂 讲故事的情节又似幽静的小镜上的花香 引得人情不自禁地继续向前一探究竟 异曲歌谣当中 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有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 周深可以将平树和高潮之间无缝献接 就像是讲故事一样的流畅 顺其自然 婉转又洋又意味深长 耐然寻味 注意看的话 周深的表情也非常到位 随着歌曲情绪的起伏 在他的脸上呈现了淋漓尽致 这次周深确实是有点让人怕怕的 有人曾经夸周深的声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 这次周深又让观众见识到了他的实力 看现场的明星那么吊情啊 一个个的都被吓到了 周深的舞台就是这样 有让人聚精会神 挪不开眼 分不了心的魅力 周深不仅可以有一个人的唱诗班 也能够演绎好一个人的音乐剧 我们期待更好的周深 喜欢每个阶段的周深 周深也在努力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他 此外这两天一份名为 《2020周深音乐之旅》的行程表 在网上被疯狂转发 一时之间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关注 首先站在客观角度来说 周深毫无疑问是2020年上升速度最快的歌手 甚至这份成长已经超过了很多同期的新生代 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复破圈动作 这种力度放在疫情的大环境之下 显得非常不可思议的 多少的艺人甚至连活都见不到 偏偏周深马不停蹄 奔波于各个舞台之间 除了实力过硬之外 更多的是外界对于周深的一致认可 但说鬼说 很多人还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震撼 只有当数据统计真正放到眼前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彻底了解 2020年的周深到底有多红 说不统计 周深在2020年发表了超过30首的原唱歌曲 其中包括了国语、粤语、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印度语、乌克兰语等等 此外周深正式的舞台表演已经超过了100场 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小型的演出 别说今年大环境普遍不理想了 就算是放在网年这依然是非常恐怖的成绩 而且周深还参加了很多大型综艺节目 比如在开启如此浩大的音乐之旅的同时 周深把驾照考了 并且在令人心动的Over第二季里边常驻 甚至周深还保持高强度网上冲浪 大量回复粉丝的评论 说实话 这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任谁来看了都忍不住感叹一句 周深简直就是工作狂 而面对这样一个成绩呢 我觉得有必要反驳一下 最近关于周深的一些抹黑 尤其是营销咖这三个字 目前很多抵制周深的人都在以营销咖为黑点 对周深进行大量的污蔑 认为他的团队在话题和认搜之上下足了功夫 但事实上呢 周深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这点观点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营销咖最基本的定义应该是营销大于表现 也就是说话题很多 但是真正能够拿出手的舞台很少 且不说周深经受住了歌手舞台的考验 光是他几次破圈的也挽回表演 其实就已经足够打破了营销咖的质疑了 没有任何一位靠营销走红的歌手上热搜 是因为唱功惊人 尽管周深这一年来的热搜话题 基本上呢只有两种类型 一表演太过惊艳 以至于路人都忍不住为其点赞 二说了一些三观很正的话 引来大量网友共情 无论怎么看 这两种热搜都谈不上营销 能够得到认可 只是因为有道理足够吸引人关注罢了 而且就像这部分粉丝在热评说的一样 周深2020年这么多的舞台和晚会表演 如果连热搜都上不了 岂不是白忙活了 所以用营销卡的来形容周深真的太草率了 只能够说这位年轻歌手 有堪比营销卡的热度和流量 同时又兼备着横扫同辈的唱功 最后呢两者相结合 造就了他的传奇故事 如今2020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看到周深更多的精彩表演 同时呢也对他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表示担忧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之下 尽量减轻一点负担吧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